史先生 今天的评说新语 是什么题目呢 今天我们题目是25% VS 75% 听起来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吗 我知道了 会不会是中美因为台湾问题 而爆发战争的概率呢 对 这是我相信 今天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不但中国人关心 而且全球极大范围之类 大家都很关心 是吧 那么我先把这25跟75%的出处 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节目里面 经常提到一个休息的陷阱 对吧 老大跟老大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概念呢 最早是2012年哈佛大学 一位教授艾利森 他最早提出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老大脑之间经常会 因为各种各种的利益冲突 而发生战争 对吧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他出版了一本新书 进一步来探究 这个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这本新书呢 这个书名就非常有人听闻的 就是中将一战乎 意思是中国跟美国 终究会爆发战争吗 但他这本书里面呢 去收集了人类过去500年历史的 所有的老大跟老二的 16对的资料 结果发现16对里面有12对 75%概率走向战争了 另外有4对很幸运 25%的概率没有走向战争 那么这是历史的记录 那么现在21世纪 第17对的情况出来了 这第17对中美之间 会走向25%呢 还是75%呢 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中美之间 现在爆发战争的唯一的可能机会就是台湾 但是台湾 因为台湾而爆发中美之间战争的概率 是随着时间而在逐渐减少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中国跟美国在西太平的军事实力 继续在往中国涨 美国销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所以美国会越来越处在一个 比较大的窘境和困境 对于一旦 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之后 美国究竟该介入还是不介入 感到非常的守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呢 我下个礼拜如果有时间的话 会进步展开 那我的意思说 随着时间 美国越来越难以去介入台海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跟美国或许能够避免 因为台湾而爆发战争 那如果过了这一关 那我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 未来就没有太大的 更多的矛盾 所以走过了这一关之后呢 中美之间就可能真的会避免战争了 所以会走向25%的概率机会比较大一点 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者再会